将要淘汰的八种人,不景气的社会,淘汰不争气的人,如何不被淘汰? 只要你不在这八种人之内,假如不幸你在其中,那就赶紧提升,改变自己。 一,八小时之外,下班后,不学习的人。 胡适先生说,人与人的区别,在于八小时之外如何运用,有时间的人不能成功,几时间的人才能成功。 八小时之内决定现在,八小时之外决定未来,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生活,拒绝学习,就是拒绝成长。 有学习才有选择权,没有知识,也要有尝试,没有尝试,更要走进教室。 不是社会发展太快,是我们思维反应太慢,为什么我们思维太慢? 是我们没有跟上学习。 家长不学习,会被孩子看不起,并且和孩子有代沟。 夫妻一方不学习,就会有隔阂。 一个人不学习,就会与社会脱节,跟不上时代步伐。 人活在二十一世纪,思想停留在二十世纪。 究竟学什么? 不是学打工的技术,而是学创业的本领。 思想观念,百分之四十加人际关系,百分之四十加专业能力,百分之二十。 is equal to 成功。 从上面公式里找自己的短处。 缺啥学啥? 社会需要啥? 你就学啥? 不只是学感兴趣的,而是学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成功的。 神要有二母田。 白天是果腹的,晚上是耕种未来的。 不学习。 是二十一世纪被淘汰的首选第一人。 二、对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的人。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都在一片反对。 怀疑,拒绝中,悄然来临。 二十一世纪的新生事物一定和趋势有关。 而趋势不是用眼睛看的,是要用眼光来判断的。 谁抓住趋势,谁就抓住了未来。 不学习就会把推论当结论,用以知判断未来。 对新生事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最终一定被社会淘汰。 三、靠个人能力。 单打独斗的人。 二十一世纪是英雄退位。 团队敬畏的时代。 靠团队打天下已是趋势。 谁拥有人群, 谁就拥有市场。 一加一等于二。 教数学。 一加一等于十一。 教经济学。 一根筷子一折断。 十双筷子难折断。 四、玻璃心。 心理脆弱。 容易受伤害的人。 事情发生的大小不重要。 而你的想法。 看法很重要。 事情本身不伤害人。 而你的想法会伤害你。 百折不挠。 千锤百炼。 是中国人发明的词。 五、技能单一。 没有特长的人。 就像猫与老鼠的故事一样。 猫说。 什么年代了。 一种技术能活吗? 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预测。 到2015年。 中国将有50个行业要淘汰。 没有危机是最大危机。 满足现状是最大陷阱。 人一定要在得意时给自己找退路。 不要等失意时再找出路。 六、计较眼前。 目光短浅的人。 计较眼前。 会失去未来。 计较小钱。 会失去大钱。 没有远见。 必寻短见。 全世界最好的投资。 最没有风险的投资。 就是投资学习。 学习可以让人有远见。 学习才知道未来的趋势。 七、乱耍脾气。 情绪伤数低的人。 很多人翻脸比翻书快。 古人说。 小不忍。 要乱大谋。 脾气来了。 福气走了。 IQ。 智商高。 可以找一个好工作。 IQ。 情绪伤数高。 可以创造良好的未来。 心理学家指出四种情绪伤数低的人。 最后的结局。 1. 有能力。 有脾气的人。 怀猜不欲。 2. 有能力。 没脾气的人。 春风得意。 3. 没能力。 有脾气的人。 一事无成。 4. 没能力。 没脾气的人。 为人相助。 8. 观念落后。 知识陈旧的人。 过期的食品不能吃。 过期的观念也不能用。 世界上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成功。 是优点的发挥。 失败。 是缺点的累计。 六大裂根断送一生。 自以为是。 不以为然。 以老卖老。 老气横秋。 格格不入。 每况愈下。 只要你人对了。 美好的未来就属于你。 照明。 优惠。 老卖老。 藏。 老卖老。 这些仙女。 词应。 词应。